這裡有關遠雄在陽明山的開發案 哪裡? 遠雄 遠雄在陽明山 馬草 哦 馬草 馬草 開發案 像這個案子 因為它很明顯的 它是在一個有古學留地方 而且那個不是開建一個 迷鬼休閒的地方的案子 我不想知道說政府在言語什麼 欸 那個 我這樣講 能不能開發 能不能開發 政府是看地幕 那個地 地邊什麼地幕 像是政府 像是原學的地區是不能開發的 對 我這樣就跟你講 那個地方能不能開發是看地幕 有沒有要土石流 有沒有回來市學者講這個話 土石流它以前發生過啊 以前發生 那你 它就回來證明 你回來證明 以後還會再發生 或者它跟你講說 它已經做了萬全的準備 不會再發生 所以為什麼是不在地幕 對 因為你只要政府編定 這個土地 是休閒用地 基本上 它就是可開發 大家來黨來反對 現在整個遊戲櫃子就這樣 業者會去 基本上那個地方一定是可以合法開發的 除非我們講一些特例 用硬拗的去改變地幕 否則很多地方它去 美利灣也是啊 是不是 它會去那個地方 基本上 那個政府已經把它設為可開發的地點 那只是你 不管是因為生態問題 因為環保問題 你會提出那邊有危險 可是這樣就變成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所以這永遠是一個不平等的抗爭 它就只要怎麼知道 我合法開發 然後你們有本事你就提出危險給我看 你要怎麼提出危險 我們現在永遠就是一直在講那些可能的事情 是不是 你看 上次颱風來 每次颱風來 那個都蘭部落的居民 他多可憐 他們每次颱風來 他們都要跑去那個海邊 去派那個海浪衝到那個美利灣的那個沙灘上面 他們要去證明那個真的是有危險 不是空空說白話 可是這次 我們知道沙灘是被 前年被弄出來的 可是你只證明沙灘他丟了那些廢棄物 可是你還是沒證明那個海浪 對他有影響 所以你懂得你知道嗎 那個馬潮也是一樣的問題 今天 反正那些業者 我覺得那才算很厲害 其實在 我們現在在聊天的時候 他可能又簽了哪一個 哪一個弟弟又已經簽下那個 購買 很多弟他們早就埋在手上 然後他們都在看時機 所謂時機就是這個時候可以 可以來動 或者他買的時候他不會 因為他有好幾塊要買 然後他就很低調的在那邊 這一塊買 這一塊買 他自己不會出面 他下面就有那些所謂的 土地公司來幫他進行 那農民知道 哦你來買得了 那你要找什麼 購買來養老 然後 隔天又有另外一個去那邊買 那你要找什麼 購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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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這些都是誰 都是那個財團出去的土地公司 他 對於那個官庭的內閣 阻擋不了 幫你借家 反正我這樣大概這幾年 我只能講說 十分之一吧 有擋下來 有擋下來的案子 大概 可能如果全部 以全部來講 十分之一都不到 那除了幾件比較 國光石化 環保 這比較矚目的以外 國光石化也沒擋下來 國光石化他最後是 駁回跟有條件通過兩岸變成的 那是政府去施壓 叫那個國光石化 算了不要投資了 那個案子其實你要講 他這裡也沒有擋下來 然後環保算是成功的擋下 那其他的呢 幾乎沒有 但沒有 他不然要翻案 所有的案子都可以翻案 或者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重啟新案 環保也是一樣 環保這是擋下來的 擋下來 你擋下來的也是 只是擋掉這件開發案 十年後他可以再提壓 就像上次環保其實在十幾年前 他就擋過一次了 這個案子OK了 可是政府他可能過個十年 他會再提新的案子 對居民就要重新陪政府再玩一次 所以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那這也是一直 這也是一直 這也是一直 我覺得就是說 剛才誰講說 人民的問題 如果人民自己對於環境 沒有一個基本的態度跟意思 你那塊土地就永遠會被脫 然後人民 我一直覺得我們現在台灣很糟糕就是 因為不管說因為球 或者產業物 我一直覺得說現在限於一個所謂的 乞丐邏輯 乞丐邏輯是什麼 就是因為球趴 只要這樣講難聽 掉一塊肉下來 就不去咬 你也不管這塊肉是有毒的 對 就是說很多地方其實一直沒有發展 然後 政府就說 那我可以開發工業區好不好 哇 然後你看 所有的開發我講一實在話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 那開發的行業 大家都在反對 不光實話 你反對的這些 人家支持人又出來一堆 然後道普更明顯 是不是他還可以跟你講說 百分之什麼 九成八都贊成 所以 我這樣講很可悲 就是說如果你的居民 一直沒有知道自己地方的價值 或者找不到自己一個可以走的位置 你永遠就是被人家來的 這次搞你不成 這次沒辦法止掉 我下一次再 可是 可是我要講說 都這樣嗎?沒有啊 我很喜歡去日本 我覺得日本人家基本上已經到止了 我不知道他們的公民社會 其實對於環境的態度已經到一個水準 真的到一個水準 為什麼到一個水準 很多污染性跟開發性的東西 你根本在那邊沒人敢提啊 我們這邊還要提了 然後到你們兩邊去爭 然後到街頭去運動 我一直覺得說 你日本好像大家都很安靜 都不抗爭的喔 我那邊去我在跟他們聊 然後你就跟他講說 什麼台灣什麼這些什麼工業區 他們很多居民就跟你講說 不可能 你在日本一些地區 你怎麼可能把東西射到這裡來呢? 你官員連開口連講都不敢講 你講就麻煩被人家打死了 就是他們對於土地的利用跟環境 甚至於他們那些國土的分區 他們已經有個心理有個底 你這個地方你根本 你這個地方你根本不可能跟我來 跟我來談什麼要開工業區 日本的工業區幾乎 這一點也不一定是好事啦 可是他們的工業區幾乎都集中在海上 很多集中在那個造陸的那些新港的地方 你要開工業區你就去那邊擠去那邊罷了 你這些農業區你根本都不要談 所以你在日本跑 真的那些大都市或者港邊 我就很騙你 我那時候開發真的不夠完蛋 可是你知道往那山裡面走 農村裡面走 我覺得那時候我還不相信 我說一頂級的土地 我記得好幾次就是跟著車這樣繞 你這邊看 欸真的還沒工廠 真的沒有啊 然後你把Google地圖拿起來看 我這你去看有 他們工具幾乎都集中在沿海 大概那個時候設立就在那些地方 你在他們的農業區裡面 你真的很難去找到說 哇像台灣這樣 這邊一塊那邊一塊那邊一塊 台灣的工廠真的是已經氾濫到那種 讓人家覺得很很糟糕 那個就是沒有國土規劃 大的沒有國土規劃 小的那些山上那些很多地方 根本不應該 根本不應該有建設 你政府就把它變成說 修行用地 或者所謂的什麼什麼建地 然後 讓人家更甚至就是這樣 你那個財團在那邊搞那些大的都沒問題 然後你看最近離山的農民 就弄到小的 就他臉一塊地要在那邊 他就把他趕下來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很很 氣歸氣了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些事情大家還是 要講要聽要跟別人講 然後我覺得說慢慢把那個整個公民意識給拉起來很重 我覺得說其實也不是說 因為其實這幾年這樣有時候到處講 我就講一下 來聽的人很多 其實比我想像的還熱氣 而且最近參與這些環境運動的人真的也變多了 可是我一直很貪心就是說 台灣的確就是說 對於這些環境是真的是在提升沒有錯 可是我不要這樣講 台灣那些整個環境的問題也一直在補下電 那你到底是不是會在 最後最低的那一刻把他給救起來 還是等到病人漏息 那你大家才在那邊懷疑 謝謝